宜蘭市区12号晚间6点左右 有民众募集到一名年约2岁的女童 独自骑着学步三轮车过马路 而且车子还逆向骑到了车道上 真的是吓坏众人 有热心的外送员健壮立刻停车保护女童 也有轿车斜切来维护安全 原来这名女童是趁着妈妈一时不注意乱跑 差一点亮成意外 车水马龙的大马路突然有个2岁女童 独自骑着学步三轮车脚推着推着前行 不但过了马路甚至逆向骑进了车道 这一幕众人吓傻 两部机车慢行闪了过去 但有为外送人员决定停车下车关心 还有辆白色轿车斜切保护女童 目击民众余计游存 吓傻的当然还包括女童母亲 12号晚上6点多带着两个小孩到宜兰河滨公园玩 没想到两岁的妹妹趁着妈妈不注意 骑车上宜兰桥 一路由南往北骑了约450公尺 心急如焚 她妈妈后来开车到这里说 她已经有去备案了 有报警 女童危险逆向独奇 这一幕令人捏把冷汗 索性当时大家的车速不快 也有好心人帮忙顾小孩 让女童平安重回母亲身旁 也放下妈妈心中一块大石头 记者李柯燕宜兰报导 ório 毕竟